我是小小猫,我是小小猫,选股 最近和粉丝朋友们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股民朋友经常会问我 这个股票现在能不能进 或者说这个股票该不该卖出 其实就是很多朋友对于自己手里的个股 到底怎么去进行操作 心里就没有一个底 自身的情绪又很容易跟随着股票的涨跌而波动 第二,到底要怎么样去判断股票,能不能继续持有 或者说该什么时候入场,什么时候出局 今天我就来给他分享一下 希望能对朋友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能够有所帮助 就像小小猫文章中11月21号的早盘文章 天龙股份,签的暂停是不是就还回来了 而5盘号11月21日的龙板传媒成功的三年版 11月1号的日营电子暂停 新高,算算也有40大厘米的大鸡腿了 虽然大盘不行,但是小长猫的文章一直都在遥遥领先 那么还不知道怎么去看小长猫文章的粉丝朋友们 大家平时可以在发语音发红的地方找小长猫会选股 进去关注文章就可以了 谍本也可以在下方评论一下 再说到我们首先要明白怎么去判断个股能否继续的持有 第一个,如果你是做短炒 那我们主要看个股它有没有走出短期的见颈信号 个股短期见颈信号反映最灵敏的就是顶部K线的一个形态 想要把短线做好,所以要把常用的K线形态记住 那相关内容我之前都有分享过 就像当真判定这样子的形态出现了之后 股价相应的就会出现回落 如果我们做短线能够及时高抛 就可以少做很多次的过上车 还有一个简单方法就是我前几天说的 参考五日均线 股价在五日均线上方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持有跌破 我们就短期就选择出局 第二个,如果是做长线 那这个就要看个股有没有做头的形态 就像我们最常见的M头 如果说我们有看到股价做了一个M头 跌破紧线了 那长线就不应该继续持有了 还有一点,做短线 做长线,如果说在基本面出现的问题 比如说公司有财务造假 公司有官司产生 那我们也要坚决出局 这样我们来说说什么时候路场会好一点 第一个,突破了前期的高点后 缩量回踩不破,可以考虑路场 当股价突破了前期高点 缩量回踩前期高点附近的时候 可以折击去进行一个突破 注意,这里一定是缩量的 缩量回踩说明了突破洗盘的资金还没有离场 缩量回踩就是为了洗盘同时 试上下方的支撑 一般来说突破前高后 这个前高的位置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支撑 第二个,突破两年以上下跌趋势的股票可以入场 我们都知道趋势有大有效 当大级别突破的时候 往往会爆发出比较强烈的上涨行情 突破趋势之后只要涨幅在15%以内 放量了,说说说突破的时候放量了 那必然会爆发出较大的行情 第三种,前高附近缩量回踩,可以入踩 当股价泛量上涨到前高附近的时候 如果行情没有突破,有缩量回调 要记住,这个动作是阻力突破拉伸前的前兆 这是一个洗盘行为 第四个,趋势下跪,支撑不破 支撑附近可以入场 股价回踩到趋势突破的下跪支撑住了 那么股价还会继续走出上升行情 所以在趋势通道下跪附近就是我们低细的地方 第五个,回踩,紧线,支撑可以低细 当股价突破到平台或者底部形态的时候 股价再次回踩,紧线,而且不破 那么我们就可以入场 然后再聊一聊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高抛 第一个,放量不过前高的需要高抛 当股价涨到了前期的高点附近 如果放大量之后,股价仍然是滞涨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行高抛了 第二个趋势 破位需要高抛 当股价跌破上涨趋势 那肯定要做到一个高抛的动作 特别说像这种跌破它几年的上涨趋势 那股价势必会迎来一波长期的回调行情 第三个,趋势上轨附近需要高抛 股价涨到了上升趋势上轨附近 需要去做一个高抛动作 第四个,跌破形态需要高抛 像最常见的就是这种高位三角形态 它一旦跌破,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进行一个高抛了 再说到第五个 前期的一个支撑,线附近需要高抛 股价跌破了,需要 最重要支撑,股价再次回到了 重要支撑,限制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高抛了 今天这个方法大家学过了没有 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发在评论区 如果有什么,你是第一次收听我个朋友 可以点赞收藏加关注 这方面后期持续收听我的课程 今天就给大家简单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